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 30年白皮书发布会上 有记者提问 针对近期美台互动频繁 解放军是否有进一步的行动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国强大校表示 今天开始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 在台海附近组织实战化演练 这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所采取的正当必要行动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国强大校强调指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来 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 坚决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和世界和平稳定 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 30年的光辉历史 充分说明 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全球发展的贡献者 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进入新时代 中国军队积极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愿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提供战略支撑 继续积极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 更好地发挥联合国维和行动作用 为联合国提供更多的维和人员 为联合国和区域组织维和行动 提供力所能及的人员和装备支持 任国强大小孩表示 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坚定的意志 充分的信心 足够的能力 挫败一切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行径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今天开始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 在台海附近组织实战化演练 这是针对当前台海形势 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所采取的正当必要行动 台湾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 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近期美国和民进党当局加紧勾连 平凡制造事端 无论是以台制华 还是挟洋自重 这都是痴心妄想 注定是死路一条 玩活者必自焚 中国人民解放军 有坚定的意志 充分的信心 足够的能力 挫败一切外部势力干涉 和台独分裂行径 坚决地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